大家好,我是武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還沒到這個新聞 中國新聞 可是為什麼現在武仔 就要說普通話呢? 請說 就是啊 有報導指 廣東話越來越色微 所以 我經常都會說 普通話跟大家廣播 我在想著 你在說什麼 傻意 不好意思 普通話真的很普通 對 香港現在 廣東話 已經去到 很少人用 去到有個 有數字統計 廣東話人口跌到 回歸以來最低 究竟 有報告調查 就說 跌到 25年新低 而說到普通話 角色講英文的人口 比例持續增加 為什麼呢? I go to school by bus 你學職 英文更厲害 可以去移民 混賣鬼多 哦 這樣啊 我在想 是否另一件事 多了其他 用英文 他們的母語 或者常常講英文的人 進來香港 不是啊 我是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是母語教學 為何反而母語現在變成沒有母語 沒有了言語 無奶 無奶 無奶油 我們真的值得有時研究一下 數字上是這樣說 有人就說普通話一定多 你以為 內地的人來香港 其實你不要說香港 我們還拿著廣東話的地方 香港 廣州 最普遍的地方 深圳也不是 深圳是五湖的 五湖四海 蜜春都有 人家叫LaoB Jani 廣州 全都捲你 湖南 湖北 四川 重慶 很多不同的人 廣州 經過這麼多年的融合 經濟發展了很多 多了很多外省人進去的城市 能夠 講廣東話的人都少了 這件事是真的 如果你去廣州搭的士 你就知道了 你走過去的的士大哥 我去哪裡 舉例 中山綠路 他跟你說國語 你是不是本地人 他跟你說不懂路 他跟你說普通話 不是說嫌棄 他就知道他不熟路 老廣州有些人是這樣說 不熟路 找一些廣東話才認識他 那次我去廣州搭車 被那條 使人 罵 罵 人果瑜 那些 好像老高那些 原來他不熟路 聖的你不熟路 很多都是不熟路的 那次 我知道 那次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晚才回到廣州 我和我女朋友 差不多12點了 剛才11點多 我忘記了幾點 都比較晚 沒有了地鐵 我們要去飛的 接著要截的士 叫車 又難叫車 接著要截車 跟他說去哪裡 那個 又說拉話 鄉下話 不是普通話 有帶一些 不知道湖南湖北味道 然後呢 不熟路 或者不熟路 或者不車 想說 除了香港之外 廣州 是母語 都有很多普通話的人 就進來 沒錯 其實香港 其實香港 其實一直 我們年代 都說要用母語 教學 越母 就越母 那時候也是 因為我有一期 以前拍片 見樣子 有一期很紅 見到一些學生 我要走 別人放學 我大 圍著 接著有一次 有三個學生 走過來 糟了 就倒下頭 聽到他們用普通話 說話 我馬上去看 我知道他們 不看我 在香港 會找到很多學生 例如在大埔區 都是 鄭國瑜 不用 我住的區 在太子 對對對 好像今天 我過來乘地鐵 見到幾個年輕人 就是 年輕人 一直用普通話來聊 你知道他們 他們未必是本地的香港人 是啊 其實 內地的廣州 香港 你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很多人 講廣東話的人 越來越少 是嗎 少了很多 我們只能說一首 留你的廣東話粗口 這樣不行 快罵人 舊時 如果有看 有其中的《教車師傅》 廣州《教車師傅》 那段《粗口橫飛》那段 那段《傻傻》 那些 《一二一二》 《抬起你的手》 那些 《小玉麻痺》那些 很多 這些 就被人 我們 講回我們以前讀書 英文就當然了 基本功了 一定是賴 不是賴 其實是 英文為主 但是那時候 教很多東西都不懂 不懂聽 你想想 但沒理由 那些人越教越母語 越來越沒有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些人 不生孩子 廣東話 不知道 而且我發覺 我們很多同學 生孩子都移民了 所以他們新的一代 又不在香港發展 越來越少人講廣東話 我們看看 究竟現在香港的 語言狀況是什麼環境 根據數字 看得到 在2021年人口普查 他說有717.9萬5歲以上人口 有632.8萬人 都還拿著廣東話 為眼用語言 多少 632萬 那還有100多萬 廣東話 其實比例已經下跌了 在2016年的時候 少了0.7% 而且能夠廣東話的人口 亦跌至93.7% 比例上 都是1996年至今最低 反而有東西跌 就是有東西升 究竟是什麼東西升 就是講到 用英文和普通話的人口 都持續增加 分別有4.6%和2.3% 人 都是用英文或者普通話 為慣用語言 去到這個位置 我可以跟大家研究一下 你不要以為一定是外國人 很多華人都是講普通話和英文 握兩尾的 除了華人之外 外來的人都有些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他們可能未必是完全是講廣東話 講英文 很多都是 他們懂得看繁體字 或者懂得看簡體字 即是懂得社中文 簡單一點 他們懂得社中文 但他們可能講的語言是用英文 較於2016年的時候 上升了0.3%和0.4% 而且 慣用其他中國謊言的人口大幅下跌 有個問題 我們之前是推算的 會不會是國內其他人走過來 例如四川 湖南 湖北 黑龍江 不知北京 大省大市的人走過來 香港不是喔 說得其他謊言的人都跌了 什麼方言 四川話 就是普通話同意 同意了 有些口音 講廣東話 其實是 不是中國內地的人 來香港 反而是菲律賓、印尼的人多了 講廣東話 香港拿著菲律賓和印尼話的人 是上升的 Mamashita Mamashita 是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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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人口悲哩又有轉移 是 東南亞的人 又開始慢慢多了 在香港 是 而 華人 或者香港 中國的人 的人口 慢慢縮 慢慢縮 不是很誇張 其實如果你看回 二十年前去比較 他說 整體能夠 講到 語言人數方面 會說 普通話的比例 上升了 二十個百分點 到 五十四點二 英文 上升到 五十八點七 比 在01年 多了 十五點七個百分點 其實 這件事情 可以看到 其實是關乎 香港的教育問題 因為香港繼續用著 兩文三語的教育政策 普教中 普通話教中文 好像是 有普通話教 好像是 真的嗎 我們就說 我們的年代 兩文三語 經常都是英文 英文回答中文 大家都知道 因為中文和英文 暫時都是 關乎法定語文的條例 一直有些法律 你去法庭 大家都知道 中文和英文 我們有很多法律文件 甚至乎大家 看到 現在 在市面上寫的字 都是中文和英文多 但是說話 普通平時溝通 我們經常走過 身邊的 真的什麼話都有 在香港 你聽得懂的 也有 聽不懂的 也有 普通話也有 不知道 剛才你說的 有很多不同的 沒有問題的 沉住在香港 一直潛逐在香港 我們會不會慢慢 就是末日 廣東話 會的 其實會 可能越來越轉偏向 因為其實很關乎幾件事 有難說 廣東話 那些 你走去聽 聲聲不息 是 他們很想向粵語歌致敬 唱到劈野 上次表演過 唱《沉默時間》 上次聽過女生唱 吹那道友說 蔡依林第二 唱別人 不要自作多情去做夢 唱到劈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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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是很大 不是 你是很難學的 廣東話 你本身不是 有一層音 那些 廣東話 你沒辦法 不同鄉下 都已經有不同的美 英文也是 也是 英國 你見到那些人 有英國不同的地區的人 那些美音都不同 今晚找個鮮艾 這樣 跳到劈野 有些人就說 很有趣 有些人喜歡這種味道 不知為何 不鹹不淡 那些廣東話 我認識過一個男生 從內地下來 很長大才讀中一二 有些朋友帶他去唱K 唱郭富城那首 再去與光陰才跑 喊出來 好笑 很難說 現在如果這樣 寧願說回普通話 不行 在內地 其實內地其中 都有一些特別去研究廣東話 因為廣東話是 粵語 應該不是說廣東話 粵語 粵語是一個古語言 內地曾經過很多教授 有些節目 也有研究 因為廣東話裡面 粵語 裡面有九個聲調 什麼音平音上 音去 我忘記了 我教你 那九個聲調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 一和七是同音 這個好像蕭先生說的 這樣你就記得了 其實什麼 音平音上音去 陽平陽性陽去 上音入下音入 陽入 有九個聲調 所以為什麼 你和普通話說出來 差那麼遠 其實廣東話 或者粵語 在全球來說 比較難學的語言 九聲 其實和法文差不多 法文 對 對 對 類似的 因為有很多音 我們關心的一件事 其實在廣州也曾經關心過一件事 究竟粵語 或者廣東話 會不會是沒落 其實是很難的 我自己覺得 你看數字上面 在香港 你說會不會被其他語言取代 難一點 英文 暫時 暫時這個時刻 在香港 都還是會做一個 不是說完全主立 是 都會是常用的語言 英文 英文 因為你看到 香港是更加特別的地方 但未來的 YES SIR 都不能說YES SIR 要知道掌官 那些是他們覺得 同志問校 應該那些 怎麼會知道掌官 遲些做警察就要這樣 不是 真的說不可以說YES SIR 不是 他說不應該 不應該 不應該 我也覺得不應該 你那些中式暴粗 很多年前 我聽我老爸說 怎樣 他說 你回歸了之後 怎麼會用英式暴粗 應該用俄式暴粗 用俄式的嗎 用俄式的嗎 那些踢腳 很整齊的踢腳 是嗎 其實差不多 俄式 中式的差不多 我不懂 對 那種暴粗 他說 你還用英式暴粗 那樣 遲早 一定換了你 真的 閃一眼 又說要換 有人說 不會YES SIR 不會Sorry SIR 應該 轉 轉回中文 有人直譯 哪有人用直譯 事的掌官 這件事 文雅 這件事 不是白話 用回內地 你看到習大一講出來 統心分校 那樣就多好 整件事 通知門好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接下來有些人會關心 香港的廣東話 會不會真的 越來越少人說 我覺得不會的 只不過 反而 它的常用程度 會不會被其他語言取代 例如普通話 短時間都暫時還未 但是你在近十年 你看回香港 在街上 越多了講普通話的人 當然 到這個位置 有些人都可以吵 嘿 中國回歸了香港 是不是香港回歸了中國 Sorry 香港回歸了中國 你說 學普通話是必然的 例如這些 是必然的 我小時候就要學這些 說什麼廣東話 有些人就在那裡說 但是其實 又不是說什麼 這是母語 這件事 國家一直都沒有 involved 我們用一下英文 因為香港經常都是去 講英文的人 那 去 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 好教宗 就已經教識很多人 講國語 很多小朋友都會 普通話 國語 國語是什麼 台灣講的 國語是台灣講的嗎 當然啦 你都不知道 小見撲撲 隨便吧 你還是想想 台灣那些 很多是客家話來的 客家敏南話來的 來的 來的 那些話來的 沒錯 普通話 你說 有些人在香港 普通話也好 國語也好 廣東話也好 英文 嘩 那麼多東西 究竟你怎麼學得了 其實跟教育裡面 去看一看 裡面就說 究竟 接下來 有人會爭議 香港人是否應該要學簡體字 用簡體字 取代繁體字 做人的事情 我告訴你 不要說應不應該 如果 人可疑 即是電腦 電腦 是否應該按出來 螢幕有東西掉出來 給你吃 他做到就當然好 經常說應不應該 好像我這些 小小 回大陸 打骨 買一本 健身書 特地買大陸 健身 muscle and fitness 裡面 全部都是簡體字 是 我已經一早看通了這些簡體字 其實根本上 不懂得十成 都懂得九成 是啊 這樣 自學的 知識 是否已經累 不是的 懂得多一點 沒有嗎 有些人覺得 你香港走繁體 那你就繼續學繁體 有的 其實現在香港的教育 全部都教了這些 即是我們剛才說的普通話 什麼都懂得不可以 又懂這些又懂那些 所以那些人就說 大陸女生這樣穿衣服 封面封面 那些人就說辛苦 所以那些年輕人讀書 為什麼 嘩 又學繁體又學簡體 又學廣東話 又學英文 又學普通話 嘩 那個年輕人一次過 推那麼多東西進去 你不可以 他可以 填鴨式教育 一向都是可以的 所以那些人就移民走 所以那些人就移民走 所以OK仔那時候 做不成功 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我說你傻的 你繼續 你讀書的時候也是這樣 什麼書包 又是讀十科 讀十科 當然 沒有的 有些人又說 所以很多人 有些學生 又跳樓 有些又不上學 又留在家裡打機 有些更加移民 又去了外國升學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這個就是 接下來香港會變成怎樣 這件事 我們都非常關注 實際上有人在這裡說 一定 一定要學好 那就說 有些人就說 有個文章 我看得到 就說 你學還學 學普通話不要緊 不要變調 什麼變調 香港人 又有港式英文 對 對 那你不要把普通話 變成港式普通話 這才不能夠改變的 你明白嗎 對 我知道的 人說話 一定有口音 對 怎麼能夠把它變成 沒有口音 對 如果我們都看沒有口音 你聽不聽 純正到以為轉了人 當然 那是很大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不要說我自己覺得 看報紙 或者不同的文章 有人覺得 就是 就著兩文三語 用普通話 或者你會不會完全改善 用普通話去教 導致學生的成績 會有改變 一樣 有些人就說 其實你轉什麼文 都一樣 這是一個問題 用你自己 基本出生 媽媽教你那種語言 是最好的 MOTHER LANGUAGE MOTHER LANGUAGE 就算 哪怕你香港 我們經歷過的年代 都是 你全部是英文 聖經有英文 然後教數學 那些都是英文 那本書裡面 全部都是英文 LCM 那些 那些阿拉伯數字 應該全部轉用中國數字 最大公約數 最大公恩數 那些 開方平方 大哥 你全部是英文 什麼Cosai Cosai Cosai 有首歌唱 有 除了中國文學 除了中文以外 或者中國歷史 你其餘我們經歷過的 很多 全部都難聽說 我叫什麼 雞腸 雞 雞腸 那 成績會不會特別好 不懂那些 就沒有心機讀 但學多一件事 我自己 我也後悔 沒有讀英文 否則 我的英文 看到很多片 我自己覺得 不要學 就像你這樣說 學多一點就好 學海無雅 對 普通話固然要學 你回到內地 你真的不會跟別人聊天 你想想 你走去上海 你或者 他超一日 明成你 做演員 藝員 你上去電視台 說話 你全部都搞不定 那你怎麼搞 但沒用的 不行的 我有些朋友 就算你 你不貼地氣的 你學 你學不到 你學不到 正等於 那些人怕爛手掌 別人聲心不息 唱那些 笑了教訓 得了思經得子人 那些人都唱得很 你去到我們 聽到他笑你 等於你香港人 你讀得不錯 那個普通話 你上去 別人都覺得你 那些鄉仔 那些鄉仔 有的 你就算一個懂廣東話的人 不是住在香港人 你在香港 你都會發現 你是未聽得明白 別人說話 但有些事情 你會發現 你是不夠地道 不夠地道 因為你有熱話 有些 見字帶傘 那些 在說什麼 對對對 好像昨天說的 什麼冰凋煉 我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有些文化 有些事情 你要劃多劃少 是在那個地方浸了一大段時間 你才能夠融入下去 所以你說 究竟 廣東話 會不會去識微呢 很難 真的很難 因為有些事情 你真的 從小到大 像父母這樣教你的 那你就這樣說 人 你說不是 將會有很多移民過來 這就是環境在那裡鬥爭 究竟你的市面 經常說什麼 我講廣東話 原來菲律賓和印尼語 都多了 接下來我們要不去讀 學那些 菲律賓 菲律賓話 印尼話 不是 他打了功 不是我打了他功 不一定 真的不知道 你數字上面 不是講興趣的 等於我很喜歡泰妹 那你就學泰文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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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 怎麼會有什麼 我都學的 真的 這些 通常 無雙有套電影 周韻發說 男人做大事通常都是為女人 因為男人放棄愛情 做什麼 厲害極有限 通常 男人都是為女人 如果你心目中 你是很喜歡鬼妹 你的英文一定厲害 所以 多或少 大家 要不要去 放棄一些語言 再去學一些 我覺得就不用 香港人 一定會 學普通話 但是同時 他又未必 完全不講 廣東話 為什麼 因為你要跟香港人溝通 但是 大家三是祖國 一回到內地的時候 一講普通話 起碼你也要懂 像我們這些 回到廣州 那些 頭裡面 搞個文號 你在說什麼 或者像我們所說 上到深圳 不懂溝通 對 很多時候 放心 這些 你去到哪裡 就算 說廣東話 都不是說 每個人都說到 像我們這些做廣播 那麼自正康圓 總之 我覺得 溝通 大家明白就可以 這件事 接下來 其實又可以看到 新的 新的 政府 下一屆 嘩 他怎樣去 搞教育 其中一件事 都被人說 現在香港的小孩子 讀書 很辛苦 你還說了 這麼多言語上的問題 會不會迫到小孩子 每個人都 讀書 我走了 不知道 其實你反過來 小孩子 你一走過去 只是學英文 全英文 你不懂得 你懂得 他也是這樣過 你想想 香港也是這樣 怎樣可以融合 反而就是 這是一個大問題 其實 國家有沒有說出聲 因為香港 其實香港自己本身 自己那個 叫做 法定語言 還是繼續說 廣東話 和英文 你暫時 很多東西 英文就廢了它 不行 所以說 這些事情 外國人欺負你 起碼都知道 別人說什麼 你懂得聽什麼 Fuck you 塞我的嘴 好像吳爾 這樣說 說一些懂得聽的語言 要不然 被人欺負 自己都不知道 你見到外國 很多 在中國 留學生 出去留學生 他都懂 很多英文 不懂得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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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 依然是個強勁 這些都是大家值得去學 有人覺得 應該要重新檢視香港的語文政策 我自己覺得 檢視不檢視都差不多了 你怎樣去編排比重 反而更加重要 不要到時候 東不成西不走 沒有樣東西懂 你這麼適合 到時候 那些年輕人讀完書出來 中文又不好 普通話又差 英文更加 嘖嘖嘖 到時候 只有一個笑字 我覺得 我主要覺得 什麼話都好 那些人是溝通有問題 不是 你語言能力有問題 你都不敢說 就算給你 廣東話 你讀粵語 你都不敢說 跟別人聊天 讀音是其中一個 你跟別人聊天 是另一個技巧 現在很多人都是 正所謂的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嗎 現在的人 尤其是香港的 尤其是 經常都在街上 又不說話 尤其是自己戴了口罩 更加不懂對話 所以說 很自閉 不傳香港的人再重新 讀一次 這個叫做什麼 那時候 人際 語言才班 類似 人際全意技巧 人際全意技巧 要 大家反而 不要想想 你讀什麼話 最重要是 會溝通 什麼話都重要 就這樣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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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